打开您智慧的天窗 追寻您梦想的未来 我是高博培训有限公司的郭亦安 说出您的心声 只有留言台 DurianFM.com 好 留言当中只有高照 我们回到天马星空了 那今天现在 仍然是有我家吗 有我为家 还有我禀 好 我们 我们等一下呢 在九点半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 孙赫生先生连线 对 因为这个题目呢 我们来想到的话呢 也是基于他的一个作品 在东方日报的一个文章 他谈到这个接触论的这个特点 那我们 昨天我跟我们这个同事 一起吃午饭的时候 我就聊到这一点 我就 因为在孙赫生的文章里面 他有提到这么一个场景 他就说 那个 其实马来人 有一句谚语 这么说 他说 什么 你不认识 你怎么能够相爱呢 对吧 那首先要认识 你才能够相爱 但他说 这个也不尽然 也不尽然 非要认识 才能够相爱 也不尽然 就是说 种族与种族之间 就是华人 马来人之间 也不尽然 非给要说 接触 才能够团结 不接触 也可以团结 我不认识你 我也能够团结 他可能是这样一种想法 他说 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 在国民学校里面 你经常看见 特别是在中学 你看到 一堆 华人 下了课 在一起待着 一起玩 一起说话 一堆印度人 在一起待着 一起玩 一起说话 马来人自己 在一起待着 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国中里面 所看到的一个情景 不仅是国中 我还在大学里面 也看到这个情景 也是非常普遍的 对吧 你现在在马大 你现在在马大 你讲讲 马大有没有这种现象 对啊 在我degree的时期 的确情况都是这样 几乎都是这样 几乎都是这样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说 的确有这种现象 那宋克生讲的呢 他的意思是说 你看 你放在一起了 他们也没有 也没有能够融合在一起 我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就问我们的新同事 Penny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说 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是这样 他哑了 他不会说话了 我问他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状况呢 他也答不上来 他说 那可能是偏见吧 我说什么偏见 他说可能我们对马来人有些偏见吧 我说 这偏见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他又哑了 又说不出来了 咱们今天是问问 就是跟你差不多大的 这 尾接 人家Penny 比你小一点点 比你小一点点 那 你来说说看 为何 为何是这么一种状况 你就说在 学院的时候 就各自各晚 学院也好 其实私立学院的情况 还相对比较好 我的看法 国立大学情况相对比较差 那么这个国中 我是特别讲的国中 你也是国中生吗 我 我的国中生 我是国民兴中学 又是跟华人混在一起 又是跟华人混在一起 那不能谈 你讲国中 国中是要和马来人 有在一起的这种状况 对 国民兴呢 就很多都是 只是华人的这个 这个学校 但是我想问你 从你的直觉来讲 为什么呢 他们他们会 会不不合群 不合群 我因为我在 在学院的时候 比较特殊点 因为都有外国学生 还有马来学生 所以我们都 很很奇怪的 我们都有混在一起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 是在语言上的问题 当当我们在 跟外国人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的 就用了英文 然后 你们为什么不逼他们用中文 找一个韩国人 来跟我们说中文 对啊 你要不跟我说中文 我不理你 所以当我们在 跟外国人 用英文沟通 跟朋友 用英文沟通的时候 然后马来人 也很容易的融入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 我们自己的圈圈里面 用了我们最 最舒服的一个语言 就是我们的母语 好像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一放学 或者一下课 我们自然而然 跟华人混在一起 是因为 我们觉得 我们上课都上到 很紧绷了 当下课的时候 还要用一个 我们不熟悉的语言 来 来交谈 但是你不觉得 如果是个学习的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 那我就会 我就会 我要我自己 去跟他们 我融到他们 用他们的这个语言 来讲 我不就是很快 就掌握了 这些语言吗 就不是每个人 要有这种 勇气去 打得起这个挑战 不是每个人 还是没有人 我觉得 不是每个人 会还是会有人 去做这种东西 有多大的percentage 很渺小 就是趋近于零 对 如果 如果 当那个华人 去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其他华人 都会用一样的眼光 来看那个华人 为什么要用一样的眼光 我只不过想 我的马来文比较弱 那我去混马来人 我不是马来人就 马来文就 就提升了吗 有什么不可 所以 所以这个 就是加瓦所说的 那种眼虫政治 所带来的那种效应 好像 说回我在NS的时候 当我去混 跟马来文混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 就跟华人 就有一些 疏离感 然后那些华人 都用一样的眼光 来看我 他们都说 怎么这个人 每天跟马来文混在一起呢 就 就自然而然 就人家会 用一种 好像很歧视的眼光 然后也是自然而然 那个人 也会有一些压力 当跟我们这些 有竹混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 秉超 你是吉兰丹人 那么吉兰丹人 非常特别 最近 那天我们 我们上来那两位 其中有一位是 跟你有亲戚关系 是吗 对啊 他也是吉兰丹人 他的中文也是讲得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 他的马来文 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为什么吉兰丹人的 这个马来文 就会比我们这边 这是雪龙一带的马来文 要来得好呢 我会认为普遍上 会比较好的原因 是因为 基本上在 平时接触 比较多的都是马来文 所以自然而然 你一定要 马来文一定要 到某个程度 你才能 比较正常的沟通 因为怎么说也好呢 我们华人 基本上还是经商的 经商最重要的就是 打交道啊搞关系那些之类的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做马来文 生意你一定要 马来文一定要好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的 人口那个比例是 其实是蛮小的 所以我可以说 你要你能接触到自己人的 你要故意不去接触马来文 其实也是很难很难的 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你去到政府部门啊 肯定是马来文啊 然后你去到那种商场 虽然店都是 我可以说很多店是华人开 但是他们也是请马来员工的嘛 所以到最后你还是跟马来文 沟通了 嗯 基本上 好与不好 也不是说 意识上 我不认为是意识上 好像说我比较有那个心去学习 而是这个环境造就 造就出来的 嗯 这个 孙大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说 大马人呢 自然也可以是马来人或者是华人 也就是民族成分 与国民成分 并存是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蛮赞同他这个说法的 他接着也说 他说从沟通的角度来看 当前大马人呢 不论是任何的族裔 大体上都能够掌握基本的马来语 在日常生活中 可说沟通是无障碍的 其实你觉得真的是沟通无障碍吗 那你觉得既然单人的马来文是可能真是沟通无障碍了 但是你觉得这边的华裔或者是印译跟马来人之间 沟通真的是无障碍吗 什么都可以谈吗 我觉得肯定有不一样的 我是认为你可能真的需要去了解看马来人跟马来人之间沟通 跟马来人之间沟通 他们是怎样的方式的 我不只是说语言上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语气上或者是在他们的用词方面 可能马来人跟马来人 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互相了解本身的文化 他们知道哪一些可以说哪一些不可以说 跟华人的时候呢又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个方面 最基本的这个词汇呢也受到了一些的限制 就说我不知道这个词汇的 这方面的东西我基本上我就不谈 我不说 我说不出来 干脆就是说不出来 所以你说你说真的今天我们这个国家 语言真的沟通是无障碍吗 不认为是不认为是无障碍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请了这个行动党的这个嘉宾 来跟我们来讲这个课题的时候 他就讲了在一个跟那个居民的一个 关于房地争纷的一个会议上面 当时呢就是跟官员嘛 有了有了这个政府的官员参与这个会议 对吧 就就用马来文开会的时候 就一片这个鸦雀啊 就没有人说话 结果后来这个那个议员 他自己就干脆 他就说哎 大家就是用广东话来再来沟通啊 怎么这样讲 这个时候呢 大家才才开始的就把自己的不满啊 把什么东西才才才把它说出来 所以他举了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哈 这时候说明我们现实在雪龙一带的人呢 的确有有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问题 因为当他让他用马来文来表达他的心声 他他说不出来 但问题是问题是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是这个 呃马来西亚的公民 嗯 马来西亚是我们的这个国语 对吧 但是我们不能够很很好的掌握这个国语 的时候呢 我们该不该给自己一个理由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多元 所以我们不需要要掌握这么好的这个 这个国语 我觉得在呃 刚才你说那个呃 行动党的那个例子 嗯 我我本身是觉得那个例子有可能可以呃 可以引用在我们呃 就是父母一辈的 嗯 就好像呃已经五六十岁的那一代 因为他们普遍上都没有接受到这些呃 国文的教育 然后当当他们跑到来社会的时候 或者跟官方呃 需要用到这个媒介语啊 就是我们的国语的时候 他们才会有这些困难 嗯嗯 所以我呃 呃在年轻的一辈 嗯 我们普遍上都已经接受了这个国语的教育 呃就算你的呃沟通能力比老一辈要强了 呃 但是强了 有突破 有突破了 而且不是强一点 呃 呃就比比比上上上一代人来的更强了 对啊 呃就就我们开始都会有在这一一这一方面的突破 嗯嗯啊 所以不至于还到那种呃怎么说呢 呃就就真的在这个语言上会有突破就对了 呃在这个语言上会有突破 嗯 不不问题问题我所所指的就是说你这种突破是不是真的是就像这种沟通 就畅通无阻的这这样一种突破 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当当你有选择的时候 当然当然我们会选择呃一个最舒适的语言啊 嗯嗯 所以 不你你你最舒适的语言可能是对方根本就听不懂的语言 那你还是要用回所以他们跑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找回自己的圈子 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最舒适语言的人来沟通 那这样子就变成我我不需要跟对方去沟通了 最终你不需要跟对方沟通的结果的是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让这个烟通的烟呢就一直冒到烟通顶上去的时候呢 有有有有另外一些人来代表我们去跟他们沟通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嗯可以这么说吧 比如说华人的诉求就是要通过某些呃 华团或者是华籍政党才能跟呃 然后再跟政府表达姓声这些之类的 嗯就算是在我可以说啊就在大学也好了 我们呃可以说大学也是有校园选举的嘛 其实他们的结构也蛮类似呃 我们国家政党也就是说在马大来说 他们呃所谓的清学生派 他们也是有以马来人为主的 然后以华人为主 连大学也是这样 有啊有啊 还有还有马来人为主的一派 呃一个一个群体 然后华人为主的一个群体 嗯没有这么严重啦 我所知道的是是有一一方面是比较多华人的 一方面是比较多华人的 哦 这个社团其实也是一样的嘛 一定是也是有些社团是比较多一个种族的 嗯嗯嗯 嗯但是在大学里面呢 呃他跟外面的这个社团呢 应该应该是有所不太一样的吧 我的感觉是 嗯像阿龙他们那样子的 这个这这种社团 这种华团 外面的社团可能因为他们是独立运作的 所以他们呃 他们需要接触的可能是自己 不知道吧 可能呃你需要一两个人 可能是要跟政府部门接触的 嗯 但是呃在大学的社团来讲呢 因为校方的呃 呃干预会比较强大 所以其实你整个社团的文化 其实也要多多或少你要配合他们的政策 我可以这么说啊 嗯 就是说你不能太过 类似种族主义吧 只是说有时候呢 他们会说呃 当你要办一个中华文化的活动的时候呢 你需要多少个非华族呃参加成为你们的酬伪之类的 嗯哼 你看啊 就是呃 我昨天无意中哈 在这个Facebook上面啊 看到看到这个一幅图画啊 呃一一幅这个帖子啊 呃一个照片 我就把它转转贴到我们这个呃什么呃 这个Facebook上面 他这个照片呢 是写着呃 这样真的会很有型吗 啊 你看一个一个呃呃 年轻人他可能是骑着个摩托车后面载着一个女生 对吧 有没有看到这幅 有有有 有看到这幅照片啊 呃上面这个都是背面照过去的 好 然后上面写着小阿兰嘛 书邦夹夹夹了 达林夹夹了好 这些字 这里面有有六六百多个这个line啊 嗯 然后呢 还有呃 一百六十多个share 还有多少呢 还有几百个这个呃 一百多个评语啊 一百多个这个command 嗯啊 呃 大家不妨在里面去看看这些command 但你看完之后 看完所有的这些command之后 你有一种什么感觉 我我暂时还没有看到 command啊 就 你把它点开来看那些command 你把它点开来看看这些command之后 有的说 啊 跌了才有形啊 有有的人说这个呃 被车压碎 头颅脑浆散了满地都是最帅的了 啊 然后说跌了之后的话 我会在旁边看热闹了 呃 有的说这个摔死了更有形了 有的说摔后放这个罗里碾过最有形了 有的说用报纸盖着更有形了 有的说这个这些人要死就自己死好了 别把别人给给怎么怎么样了啊 对吧 还有的说呃 看到屁股沟就有形了啊 这是啊 还有说呃 这会会跌下来了啊 呃 大家看啊 还有的更更更更更有趣的 我在你们帮我念一下可以吗 我还找不到那张照片 你在我在我们就是这个 看到吗 屁股也看到吗 看不到 OK 你在留言台的Facebook上面有没有 有没有来到留言台的Facebook 有 啊 留言台Facebook就是啊 今天的这个课题下面有没有 课题 今天课题下面的那一排就是呃 有有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这个comment的那那排 有没有 就是有你秉超的这个照片 有合生的照片 这一块 有吗 找到吗 今天的comment 找不到我 怎么会找不到今天的comment呢 我都已经看到今天有二十五个评论了 有吗 烟囱政治培养的 对对对 那你没给我看到 看到你点开二十五个comment 有看到吗 点开了吗 点开了二十五个 看到看到那个那个有一个照片 呃 看到了 我我贴上去的那个照片了吗 看到了吗 有有 点开那个照片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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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一看啊 你们自己看一看 我们来来先跟这个孙先生啊 连线一下 看看我们的状况怎么样 呃 因为这个照片我我点开了之后啊 我看过之后啊 呃 我我有我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这种感觉 很多很多的这种想法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烟囱政治给我们留下来的 好啊 那我们线上这个有孙先生在线上啊 孙先生 哎 还没有 哈喽 孙先生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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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好 嗨 呃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呢 都在非常这个期待的就跟你连线啊 啊 这个呃 我们呃 昨天呢把你的这个文章啊 我们有post到我们的这个facebook上面啊 啊 谈到这个接触论这一点 啊 那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呃 来谈一谈你的这个呃 写文章的这个大意是什么 初衷是什么 嗯 哦 我的初衷我的初初衷主要是希望马来西亚能够从太过单一的思想转向多元文化的思路 嗯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潮流 包括联合国在内 他都在积极的提倡母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 嗯 啊 他甚至有一个啊 世界文化多样性先言 啊 嗯 以及保护非物质也就是无形啊 文化遗产的先言 嗯 既然是呃 联合国并不是单一个国家哦 嗯 是百多个国家组成的一个组织 嗯 既然是他们都共同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先言 表示现在整个世界潮流这个总趋势就是朝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 嗯 你你你那谈一谈 呃哪些呃现象是在马来西亚是呃单元的 哪些现象在马来西亚是多元的 哦 马来西亚的单元主要就是先表现在啊 啊 教育上了 嗯 啊 然后我们的公共政策 我们的公共领域 嗯 也是太过单元了 嗯 公共领域尤其 嗯 那教育上呢 怎么怎么个单元 举个实例来说 啊 教育上我们呢 从思路上 嗯 我们是有一种国足国家 Nation state 帮助国家的那种理念 嗯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呢 基本上呃 那些执政党是没有理念的 但是很奇怪 他又有一个要打造国足国家的理念 莫名其妙的 啊 我是觉得很矛盾了 嗯 啊 没有理念的政党 但是却要打造一个国 国足国家 但是我我们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国家 这是呃 教育是非常多元的 这是我们看的 呃 看起来是呃 很多元 但是这个是呃 政治先是造成的 并不是他们本身的意愿 嗯 是他们无可奈何的妥协 嗯 而成的成成成为这样的一个继承的事实 嗯 但是他们理念上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理念上是希望啊 最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啊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对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到最终来来谈啊 嗯 我认为对他们也是不见得是有好处的 嗯 他们自己也搞不清 那为什么他们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呢 啊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政策 我相信他们也没有经过这个深思熟虑 只不过惯性的 惯性的一路以来就是这样啊 嗯 他们就啊 照着这样这样做 而且我还怀疑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一种两手策略 嗯 我所谓的两手策略 就是说啊 比方说我们搞一些啊 呃这种将就以华教为为例了 嗯 他不要彻底的解决它 嗯 然后呢 差不多大选的时候呢 拍一些糖果给你爽一下 嗯 就当做它是一个可知利用的一个工具 嗯 嗯 也有这个可能 不过这个我不敢确定了 嗯 因为这种动机论太过主观 是不是太多的人 太多的人都有他们一样的想法 啊 我认为呢 主要啊 这个政治精英和官僚啊 主要是政治精英和官僚 嗯 高级官僚这个层次 嗯 在中下层 我认为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可能也不会去想这种课题 啊 懒得去 去想这种课题 是懒得去想 还是不懂得去想 啊 可以说是 都 都有 因为 他们也不会去 特意去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课题嘛 嗯 比方说对大部分马来人来说 呃 有华 华人接受华人交易 大米尔人接受大米尔文交易 他们对他们来说应该呃 也没有什么不妥吧 嗯 我相信应该他们不会有特别的 嗯 啊 反应 而且现在就是这样啊 就是华人他去接受华人教育啊 太米尔人去接受太米尔教育啊 没有什么真意点啊 啊 本来是没有什么真意点的 但是问题就是政策劫策者 嗯 其实我相信也是少数的政策 嗯 决策者 问题是他们掌握这个劫策权 嗯 这种高级官僚 嗯 和这种 呃 他不是这些人掌握的 还是也也是有另外一部分人掌握啊 啊 都都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争议点的 还是没有争议点的 把他们换掉了之后 把他们换掉了之后也还是一样啊 啊 我看就不一定换了呢 啊 至少啊 啊 可以尝试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是什么呢 啊 我试着没有啊 新的方法最好是 第一我们要有啊 多元文化的理念 嗯 嗯 最好是方权 就是把马来西亚真正变成一个联邦体制 嗯 一个真正意义的本质性的 嗯 啊 这个联邦体制 嗯 多元中的统一 嗯 啊 所谓统一 主要是指政治上统一 嗯 还有政治认同统一 啊 国家上 我们认同马来西亚 但是在这个 你干嘛非要认同啊 不认同也可以啊 不认同更多元啊 啊 国家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生存 发展在主权国家 嗯 主权国家里面 回家党就是不要这个主权国家 但是 伊斯兰党 啊 回家党 就是不要这个国族 他只只要宗教就够了 啊 但是这个不是世界潮流 这不是世界主潮流 我们为什么要走世界潮流呢 我们不能多元一点吗 啊 世界潮流有什么非要跟不可的呢 啊 对 你这样讲很有道理 啊 你这样讲 我同意 我们不一定要跟从这个世界潮流 但是呢 我们作为这个成人 我们有基本的理性 和基本的自然公正感 嗯 如果我人 我们认为这个潮流是符合我们的自然公正感的话 嗯 我们是应该跟从的 但是不一定要强制 嗯 为什么比方说基本人权 基本人权 为为什么 哪个地方体现了谁在强制谁做什么东西吗 哦 你要强制谁做什么东西 主要是在主权国家之内 嗯 在掌握政权的人 掌握公共机 嗯 国家机关的人 他们才有去权 全力去强制别人做东西吗 对 啊 所以而且我们 今天什么东西我们被强制了吗 啊 教育上当然就是说强制了 怎么强制 举个例子说 啊 很简单啊 你看现在 他们现在要出一个教育 新的教育 大蓝图啊 嗯 啊 还有意思要把啊 非 你看 滑小啊 淡小啊 四年级 开始就开始要用这个 啊 跟国民学校同水平的马来文课本 而且要增加课数 嗯 这个不是说要强制 变相的要 要滑脚 单脚 变质吗 嗯 这个就是一种强制手段吗 嗯 嗯 嗯 OK 呃 您刚才讲到这个 您的这个接触论 对这个接触 呃 族群与族群的接触 你你觉得呃 有有什么呃 特别的呃 呃地方你要想谈的吗 我觉得最重要 最重要是让他自然去发展了 这样也政府也不必太过 嗯 强调 嗯 跟那个不要有一个特定的追踪目标 嗯 让他们自然去发展 嗯 而且我是觉得 现在马来西亚人啊 不管是呃 华人或者是大米尔 嗯 大米尔人 基本上他们都懂得在学校里面 也学到了马来语 虽然不是很精通 其实也没有必要很精通 为什么没有必要很精通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了 嗯 即使是马来人也不一定能够精通马来语的 看你的要求到哪里 嗯 重要的是日常生活里面你能够应付那就够了 能够应付吗 哦 我认为基本上能够应付 因为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用到的语言 我刚才我刚才也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们这个呃 政府官员跟他们呃这个房子 房地呃 呃就分开会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办法跟跟他们沟通 然后他们讲广东话 他们才可以沟通 这是上次一个这个行政党的一个市议员 在我们电台的时候给我们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所以发现了其实这个沟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可能是比较老一辈的 我我 还现代的人都是现代人 呃 比较年轻的一辈基本上沟通应该不会有问题 嗯 你现在多于人才也是很多啊 总是有人可以做反应啊 嗯 哦 这个技术上 这是技术性问题吗 嗯 但是我们要讲到日常生活我们不同族群接触啊 嗯 其实用到的语言我认为就是那几百个字而已 嗯 就是我们人与人接触就需要几百个字就够了是吧 啊 我是说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人与人接触就只需要几百个字就够了是吗 啊 其实不到一千个一千个单字就足够应付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教育人呢 不需要去办教育吗 啊 我们人与人接触就一千个字就够了吗 哎 我们现在是说日常生活的那种沟通 我并不是说 不人与人之间不都是日常生活吗 啊 你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需要什么生活吗 当时我们也要生存 我们也要有专门知识 我们要有科学化学 自然地理 那自然地理这些科学化学之间他们不需要沟通吗 不需要交流吗 在日常生活我不认为用得到 嗯 其实日常生活里面我不认为会用得到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就是说你不主张他们之间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一些交流啊 也不是说不主张 我是认为基本上呢 日常生活里面沟通呢 不会用到这么多的东西 除非你是比较高层次的东西 嗯 为什么不不不不不推举他们在高层次上面多做一些沟通 做一些交流呢 啊 这是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个族群禁锢在自己的烟囱里面呢 而也不是说禁锢在自己的烟囱里面 嗯 因为你即使在同一个族群 比方说你在马来社会或者是华人社会内部 嗯 他们日常的沟通层次也是有限啊 嗯 也不会说谈到很高层次的东西啊 嗯 你要看我们的 很少人读书看书你就知道了啊 嗯 啊 现在我们是重视教育 但是不是很重 重视 很高层次的东西 嗯 啊 我们重视教育我们是重视 但是为了出路 嗯 我们要有文凭 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华人不需要学比较好的马来文了 我也说 我不是说不需要 嗯 如果你能够的话 你就学 如果你不能你就不需要学 嗯 人有一种性向 嗯 这个性向就是说不同的人啊 嗯 他对某一方面有不同的专长 嗯 有些人对语言特别敏感 嗯 特别容易上手 但是有些人呢 对数学对音乐 或者是他对要修 修理佳计啊 嗯 汽车这种东西啊 嗯 他就很专长 但是你跟他讲语言的话 他就不行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迁就他的性向 让他再适合他性向的方向发展给他 你你觉得会不会有这样的人 他根本什么语言都不行 但是他就修理就修理收音机很厉害 修理汽车很厉害 但他不会说话 也是可以啊 有吗 应该 也不能说没有 也不能说没有 哑巴也可以啊 嗯 哑巴他还是有语言思考的吗 不要讲的那么极端 嗯 也不要讲的这么极端 我是说 基本的语言当然你要掌握 嗯 因为我们要梳理嘛 嗯 我们一定要基本的计算要懂 嗯 基本的语言要懂 嗯 读写一定要懂 但是这个有层次的区别 嗯 啊 我强调的是层次区别 日常生活里面层次不必这么高 嗯 我是觉得日常生活里面层次不必这么高 你能够掌握到基本的 嗯 以语言能力的话 嗯 那就 啊 最起码的要求 当然你能够更上一层都那是更好 但是不要对每一个人都要求 嗯 太高 嗯 更重要的是 他懂了基本的计算 嗯 认得基本的语言知识之后 嗯 要让他有益计时长 嗯 那这样呢对他个人对他家庭对整个国家来说 都是有好处 嗯 啊 你不要只是有有语言知识但是没有专场 那有什么用 嗯 鞋肥所用 这个国家 你看 啊 我们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来 但是很多企业都说哎呀 我们没有我们需要的专才啊 没有需要的人才啊 大家鞋肥所用啊 嗯 啊 我是认为语言基础只是当然要有嗯 可是也不要忽略了要有一技之长嗯啊 但呃我我我看到你你所谈到的这种接触论了你是主张这个呃小孩子在一起 我我是我我的主张是呃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们从小呢都可以在一个学校上学啊 啊我是比较主张大家通过在一起学习生活呢 那大家相互之间呢有更多的更深的这个了解啊 啊你的看法呢 我是认为了嗯 应该提供多元的自由选择嗯啊你有国民学校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类型的学校嗯啊 迁就我们的这个继承的嗯 生活事实政治现实嗯 让父母亲自己去我们继承的生活现实是什么 我们继承的生活现实就是其中我觉得宗教是一个因素了 宗教是一个因素啊 就宗教是什么因素 马来西亚的宗教因素怎么影响到我们的继承啊 啊我认为是会了 比方说很简单的嗯 你非马来人跟会教徒在一起的话啊 通常就是非马来人要向马来人单方向的前就嗯啊 我基本上认为是单方向了不是方向的嗯啊 而且就非马来人来说尤其是华人其实是百无经济的 嗯不过问题是啊 回教徒进去多嗯 既然进去多我们要迁就他们了嗯啊 既然要要不样都迁就他们的话嗯 你不觉得有时啊也不自然吗嗯啊 而且我认为马来西亚的政策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就是嗯 总是从大大多数族群的角度来来来来说哎呀 少数族群啊不合作啊季节这个季节那个 他们不不会去问去质疑大多数 尤其是啊公共政策本身是不是出了问题嗯啊 是他们造成啊相对少数啊愿意要坚持自己的方式嗯 你看呃这个你就看这个用这个啊宗教经典来谈就好了嗯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你佛教徒你怎样读你的经典 如果你只懂马来文的话嗯你说是不是政府政策本身造成了嗯 你马来文学这么这么好很好当然不错可是你进公共部门有多少个职位给你 那你不如英文华文学好一点嗯哼 现在呃公共公共公共公公公公公服务局招人都没有人去啊啊 嗯这个实际上是是怎样技术上他们怎样我就不敢说了啊 嗯这个这种细节的东西我是嗯不懂啊嗯可能一个方可能一个理由是了嗯啊 很多非马来文主观上觉得嗯啊可能他们的对录起的可能性太低了所以就就主动放弃 不可能呢我只是猜测啊这种东西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了嗯或者是他们认为即使你万一进了啊啊高层也是轮不到你啊嗯你看很多大我几个例子嗯啊马来西亚的国立大学有哪一间这个校长是非马来人嗯比方说我是比方说可能他没这个能力吧 啊呃我觉得不如果是完全照能力的话嗯我看呃可能会有相当多的非马人可以坐上这个位置哦嗯好 不过可能很多人主观就是这样觉得嗯啊那你政府公共声称你就有责任去啊纠正这种嗯现象嗯 我觉得这个是两两方面的事情嗯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啊公共政策啊政府方面的政策嗯是使人家觉得啊 他们被排斥在外的嗯这样的话你讲什么啊放所有的同学嗯在一起都是没有用啊反而是反作用啊反作用怎么讲反作用吗反作用嗯因为你如果他们觉得有不公不平的嗯 嗯白衣的话你要再把他们放在一起那不是使他们这种不公不平的意识更加强烈吗嗯那倒不如把它隔开嗯那不是更好嗯所以我觉得接触论的偏 偏薄之处就是在这里嗯他只考虑到接触论他没有考虑到公共政策的嗯 嗯这个才是关键点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嗯呃在不在一起还是吃压的最重要的是你这些人嗯有没有比方说嗯尤其是中学生有没有受过比方说基本人权教育 human life education嗯嗯啊让他们具有一些基本啊人权的知识懂得应该如何尊重人嗯 如果你有了一个人有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有了一种极所不亦物思于人和而不同的这种全球伦理嗯再加上你有这个人权基本教育的嗯我是觉得人之人之间呢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嗯不一定说哎呀你一定要共同的语言的我觉得现在和平共处的蛮好啊啊对现在共处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有多元文化教育但是也是共存的很好啊嗯709428多元族情啊嗯难道这多元 民族情的人都是同一个研流学校出了出生吗不可能吗嗯所以就像你是回教徒但是你是用马来文学习回教徒的教育啊你不是用阿拉伯文啊嗯但是有没有妨碍到你成为一个回教徒的认同呢没有啊那我们这个国家教育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一个语言才能够成为一个马来西亚真正的马来西亚人呢没有必要吗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语言呢对很多语言但是这个是政治现实造成的不是他本身的意愿造成的 差别在这里那我们要自己的意愿造成的我们还可以把孟加拉文加进来啊因为我们有意愿把印尼文尼巴尔文伊朗文全部加进来啊这就是这意愿就造成了嘛对不对 那就不是现实造成的那就是意愿造成的啊这个也啊对吧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印度文的云都也给拉进来啊这就是意愿嘛意愿就是要多元就把这些东西全拉进来啊话又不是这么说话又不是这么说因为我们讲话我们要从一个既成事实出发既成事实你又讲意愿又讲既成事实到底你讲的是什么对很简单我们是生存在一个主权国家里面OK我们这个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啊马来人华人啊一大米尔人基本上由他们组成的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既成现在我们还有印尼人我们还有孟加拉人当然有啊当然有所以所以呢这些人他也可以用用同样的说法来来来讲同样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是成都的问题而且你要看啊他的百分比是怎样然后他是不是他百分比也不下印尼人的百分比也不下 这个这个印度人啊今天伊朗人的百分比可能都比印度人来得高了没有没有没有的话了伊朗人在在马来西亚我看也是几万人而已了嗯这个这个我我我觉得你的看法就不对了这个因为我现在要强调我们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公民身份随时可以给的呀对不对最近不是政府还把公民给了这个 这个给了那个吗对不对少数那是少数经营啊他也不会说把把这个公民权利随便放放给所有的的资格不够的人吗因为你还是要考虑到你一个国家其实你转了那么大一个圈你最终讲的还是华人你还没有也不是讲华人我是讲的最终是政府政策制定的问题了嗯 哦因为华人是被动了嗯是是反应性的嗯主动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所以华人都是被逼的 他们都是被动的一群被动的一群他们是被动的主动是在政府找是主动在政府还是主动在马来人你觉得啊我觉得主动在上层的少数的上层的少数 所以说这个世界是该是个什么世界不是我们说的都是上层少数的人来说的你换了政府之后也是上层的少数的人来说 所以如果换了如果他们换了位置也换脑袋的话嗯如果你不换位置要换脑袋就很难嗯但是你换了位置至少可能会出现一些换脑袋 而且即使不是完全换换50%换30%也好啊嗯我们损息渐进吗嗯让他慢慢放框吗然后再把框造成的要是越来越紧的话 怎么办啊换了一部分人更糟糕怎么办啊但是你不是不知道啊啊不是不知道啊那有可能更糟糕呢啊啊啊这个我不敢说我是认为有可能会更好但是不管是更糟糕更好的也好啊反正他们现在的人做了55年吗嗯你就给人家试试看啊怎样无所谓吗不行再换吗现在的流行讲法就是五年挺多给他五年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换无所谓啊ok啊最好是换了之后 啊给这个五统国阵他们行政代如果五统国阵崩溃的话至少他们里面新政代有新思想的人可以期待老一辈的人然后形成一个真正的两限制可能五年十年之后他们在执政思想不一样了啊嗯对好好的谢谢你啊 啊孙先生啊非常感谢你啊OK哎再见拜拜rell cancer 嗯好呃为节嗯呃 Num你觉得这种呃孙先生所所提到的这个含义我我我我大致我有一个一个这样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说呃呃呃呃呃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接触我们就是这样子分开就好了越接触问题就越大啊 因为这个政策不公平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接触 等未来有一天政策公平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接触的事情 我认为对事情可能你需要分主次 也也可以 当然你要一起实行也可以 其实我个人观点是 其实是我不会把族群之间的关系和政策 直接联系在一起 政策的确是对族群关系有影响 但是我认为 我们不应该怎么说呢 不应该这么被动的等政策变好 因为就如刚才孙子健所说的 如果华人 他说华人是被动的是被政策影响的 对我来说 这不等于是说 难听一点说 就等于是说 你被强奸了就躺下来享受 或者是怎样 是说你不能一直在期待 这个政策为了你而改变 因为怎么说呢 政府都是人组成的 人不改变政府怎么改变呢 这是 这个是我所认为的 如果你真的要 我不清楚 他认为 我不清楚了 如果在政策好的情况下 不切除 还能不能一样达到多名团队 这一部分呢 其实我是有怀疑的 因为我顺心顺他的理论呢 我认为了他某程度上 他那个理论的支持点 某程度上是在公共政策和 基本上是政府三方面 就是说政府 因为政府的原因造成 我们不接触更加好 但是我不认为应该这样去 这样去拿这种理由来当作支持 所谓的多元教育或者是多元文化的基础 我是认为多元文化 多元教育和多元文化 是可以有的 但是我是认为应该拿一些 更加有支持 我认为是应该拿 更加有支持力的论点 是的 然后刚才就 网络好像有点问题 是哦 就针对刚才孙先生所说的 就好像刚才他所说的 就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个政策 不应该为了政策 就阻止我们去 去怎么说呢 进一步的去沟通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政策 是要通过各族群的沟通 我们才能够拟定出 一个更好更良好的方向 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去抹合 这个马来西亚多元化的事物 所以呢 我在某个程度上 我不认同这个孙先生所说的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这张照片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 一些的发言 在这照片上 所以你看到这些之后 你有些什么样子的这种想法 你为什么这些人 留了这么多这样子的言 有说人头猪脑了 也有说这个 怪就怪首相一句话说 马来西亚伯雷 这样害死很多人了 也有说这个 当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时候 我会觉得 扫嗨啊什么 这种东西 很粗俗的一个 为什么 你讲讲讲讲你们的看法好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一种 我从那边的口面看到 其实很多人也是在找 接体发挥要攻击政府之类的 这个可能跟孙内生刚才讲的一些 有一个政府的政策有关系 就是说呢 当政府压迫你的时候呢 你任何事情 任何问题 都可以联系到政府去 我是认为 所以也会造成让你 好像更加的分饰技术 就是说问题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 有一个很大的加害者 加害于你 所以你认为很多事情 你都是受害者 或者是你 其实我直接了当地说话 我直接了当地说我的看法 好 这位有一个朋友在上面 他是这样留言的 叫 他这样 他说AES没有拍照吗 他说危险驾驶 原来马来人是有特权的 所以 所以他就点出什么 他点出了 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个骑摩托车的 这两个人呢 一定是马来人 对 对吗 对 人家第一个英才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两个人一定是马来人 所以才会有所有的这些 留言的这个背景 对 所以这个有没有可能 就是我们就在各族之间 我们没有互相了解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去做 都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这么就很肯定的判断 这就是个马来人 他并没有穿马来衣服 他的正面的脸也没有露给你看 然后你就 你就 你就认为他就是马来人了呢 而且你当你认为他是马来人的时候呢 你就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在上面 这就是烟通政治 我告诉你们 这个就是烟通政治 给我们 给我们造成的 这样一种 一种perception 他觉得 OK 这可能是飙车族了 或是什么 对吧 因为在我们这个中文的媒体里面呢 就经常反反复复 反复不断的去灌输 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观念 一种思维 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他是马来人 那么马来人都是该死的吗 下一秒后就是 就要被撞死了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 其实我们的族群关系呢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韦杰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马来的blogger里面 马来人的这些里面 有这么样去诅咒 这么样去骂 一个华人呢 或者是什么这样的状况 在这之前 在现在也会有啦 但是无可否认的 在2008年的时候 那个现象会 会比现在更严重 好像之前 好像那黄明志 说有推出那个 Nagalakuku的那首歌 2007年是吗 他那个爆发点 真的是令人震撼的 就他一放出那首歌 很多华人都会去认同 他的那种论点 然后也有人 就一轮的跟着 就他们的comment都 都比较偏向极端的说 某个族群是猪啊 我们要把他们毁灭啊 这之类的 然后制造就更极端化的东西 然后过后黄明志 接下来好像针对DNB啊 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他们都 就黄明志的那种粉丝 也是针对着马来族群 来发泄的 但是好像刚才你所发的 这个照片 就是这个摩托骑士的照片 其实我觉得 已经是很有突破点了 因为在很多的comment都没有 直接针对这个族群来 慢骂的 但他是没有针对族群 慢骂 因为他那个点还不够 不够强烈 如果那个点还强烈一点的话 你就看看会是另外一点了 但他只有一个共识 并没有一个 一个很明确就表明 这个人就一定是 是马来人 但是这个还好在什么呢 还好他只不过是 一个一个交通 交通上面的一个 一个小动作罢了 还不是一个 就是说 欺负华人的一个状况 对吧 如果他是欺负华人的 一个状况的话 那肯定骂的就更加惨了 这一种情况 所以我从这个现象里面 我主要是来分析 我并不是说 怎么样 要骂回来 或是怎么样 其实当黄明志 唱《哪个大咕咕》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欣赏的 我讲一句 我并不是说从马来人的这个角度 我是因为他并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话 去骂马来人 但是他是针对了这个国家 但我觉得为什么我 我在想并不是说他骂的对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胆量 来发泄自己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政府不满 对 而且他把当时候大多数华人的 这个心声也给唱了 我怎么觉得连我自己的心声 也被他唱出来了呢 我觉得其实是真的 就是说一个族群 如果一个国家族群之间 不和谐的话 对谁有好处呢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对任何的族群都没有好处 但是对种族政治的政党 就有好处了 对 确实 我觉得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烟囱政治 就真的 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 我们之前的那个 呃 我们我们Facebook的朋友呢 Tuncat 他曾经也谈到 他说更觉得 这烟囱政治里面更觉得就是 在烟囱政治里面的这些人 他自己来维护这个烟囱 啊 自己来维护这个烟囱 说这这个烟囱是如何如何 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啊 什么怎么怎么样 对啊 这个是烟囱政治到了这种 呃 登峰造极的这这这种状态 嗯 其实这个就跟刚才孙先生所讲的 因为他刚才有提到其中一个要点 是说 因为公共政策的原因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政策下 我们还去接触 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觉得这是他很多 可能所谓维护烟囱的一个要点 嗯 但是我会认为 你东西你是不能一直压抑着的 对 就如呃 你不可能你一辈子都不去接触 这么说 嗯 就像他所说的 呃 可能政策公平的你就去接触 但是不管情况是怎样 你到最后你还是需要接触 这这这才是重点 嗯 这种接触是迟早的事 呃 我看到蔡川也是有讲到 比如美国 嗯 比如呃 美国说呃 他说 白人的种族主义是常态 这是美国数百年都无法消除的 所以美国人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 所有制度都是为了应付种族主义的恶果 其实这 这个我很赞同了 因为对我 以我对美国的了 美国人的了解了 嗯 其实他们也不大会去 怎么说呢 如果你随便说一些种族主义的话 其实他们也不大怎么会去对付你的 嗯 除非你是那些公众人物啊 政治人物 那另外一回事 嗯 他们就用一些很 呃 他们用一些法律来规范 就是说 呃 你不能好像因为种族问题而去伤害其他人 但是在言论方面其实他可以 他的 他还是比较宽松的 嗯 就是说你可以拿 呃 黑人来开玩笑 你可以说黑人 嗯 因为在数据上来讲 黑人的犯罪率的确是高 所以他们在某些戏里面 就把黑人描述成 嗯 呃 罪犯之类的 嗯 有一些人看了 可能会不舒服 但是有些人 就看了会觉得 呃 这就很 就是说很 正 或者是当这个是笑话看的 嗯 比如说他们说犹太人贪钱 啊 这也是一个笑话 就是说他们 可能他们每一个民族的意思已经上升到 他们 他们不会刻意去回避或者消除种族主义 对 我觉得他们会 嗯 把种族主义当成 当你把它当成是一种常态 嗯 然后你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应付他的时候 就算他怎样发生也好 他也不会讲 嗯 弄到社会很动乱还是怎样 嗯 他还是可以维持某程度 就是你可以批评他 你批评的时候 我也不会觉得 呃 特别受不了 特别怎么怎么样啊 嗯 觉得你这种批评就是对我的侮辱 这样 对因为啊 你要尊重言论自由和这些 嗯 这些还可以算是言论自由啊 在他们的定义来讲 是 所以当你把这些 可能你说人权意识或者言论自由放在你自己的种族之上的时候呢 嗯 当有人炒作种族主义的时候也是变得没有意义啊 嗯 因为你已经你在意识上已经有更高的标准了 嗯 你怎么知道哪一些东西是哪一些东西是呃哪一些东西你认为可能可以拿开玩笑哪一些是不可以的 嗯 好啊 其实我们啊下面还有好多东西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再啊进一首歌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谈一会儿这个课题绿色生活绿色未来这是新一代的理念我是马中经贸总商会秘书长林恒一这里是榴莲台 啊榴莲中头自由高照我们要过绿色生活今天绿色的是我家嘛哈哈还有我伟姐还有我秉招我们我们我们看到这个Facebook上面好的朋友都榴莲蔡酸留言非常的多啊呃而且蔡酸呢针对这张照片他也说了哎那张照片嘛的因为飙车党呢大部分的是马来人那其实他那张玩的动作还不是啊还不是正式的这个飙车啊 飙车是很恐怖的非常非常恐怖的啊这这这这种东西好我们这个昨天我们这预告上来之后呢有一个朋友啊第一时间呢他就发了一个呃一个贴子在上面他贴子说什么他说呃最好呢是要学习世界语啊就是Aspiranto啊Aspiranto这个是呃世界语很多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没有听说过什么是世界语啊他说一个有一个没有民族的语文 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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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呢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 也是一次大战前后 那段时间 有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其实他之前 他住在俄罗斯的 然后后来就到了波兰这个地方 最终他是以波兰人的身份 但是他是犹太人 他的底是俄语的底 然后他就在这个底子上面 就用罗马字的 就拼奏了一个语言 叫做这个世界语 你说这个拼奏语言 那个有点像是做上帝的那份工作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完全没有一个语境的情况下 你制造一些这个单词 用这个单词来代表一些意思 一些意境 我觉得那个是 其实是不能够行得通的 那个就好像制造什么 制造那个 你知道以前打电报有没有 这是一二三四 四二三一 五六七八 就是四个一组的数字 就把它发出去了 那种就代表一个字 一个意思 对吧 那个就是这个制造语言 那是没有温度的 没有情感的 没有灵性的 所以这个世界语之所以 他没有办法流行 其实我觉得他最重要的 不是他不具备科学性 因为很多语言是很难学的 比如说这个法语都阴性阳性 那么那么多东西 那英语的这个tense 这个时态 其实你不要看阴性阳性时态 这是语言经过上千年的这种 慢慢的进化 他得到的一种对人类 对这个事物的一种反应 对对这个宇宙时间 时态的一种一种反应 所以他容纳到他自己的语言里面了 你凭空创一个语言呢 其实那个是 真的是没有温度 没有灵性 你愿意去学它 你都 但是话语讲回来 这个世界语 它有一个小的群体 到今天为止 都有一群人在应用的这个世界语 用世界语来沟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他只会世界语 不会其他的语言 他的母语都不是世界语 无法生存 他的母语 他也不是世界语 所以这个所谓联合国的推荐 其实我觉得这是条漫长的路 是条漫长的路 那他的意思本身呢 这位朋友的意思本身呢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马来语 我们学马来语 我们为什么要学你的马来语 我们拿个世界语来学 没有女的民族特征 也没有我的民族特征 我们大家都来接受这个 就大家都认同了 为什么就是宁肯被世界语来征服 被世界语来同化 也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一个语言 对吗 我们讲学习别人的语言 不代表就是要放弃自己的语言 或者是毁掉自己的语言 对不对 对 那今天你讲就是说 你世界语可以接受 那你言英语都不用学了 英语也是别人的语言 也是这个热 慢人的这个语言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要学英语的 那这样一个课题呢 秉昌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你是说世界语流行的可能性 世界语 第一是世界语流行的可能性存不存在 第二说我们改学世界语的这种可能性存在 OK 我先谈第一个 世界语流行的可能性 我觉得不是没有 而是要似乎于那个学习 使用这个世界语的群体 他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个语言发展出一个文化 或者一个历史 因为如果你要把你的语言传输出去 你一定要有一个 怎么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让人学习的理由 对我来说 如果你要把 你要说我们不学 是因为我们不想制造纷争 我觉得是都不合逻辑的嘛 因为每一个人固有思想是说 如果我是这个族群 或者是我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我就学好这个族群的语言 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语言 就是说 我不认为有多少人会想 因为我不想制造种族种族 我去学一个完全跟我国家 跟我族群 或者我身边的人出去 完全没有关系的语言 所以对我来说 流行 基本上要流行可能性很低 但是还有机会 OK到第二点 第二点来说 在我国如果要学习世界语的话 对我来说 我可以断言说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对就人家马说 我们连学国语 要每一个人好好的去学国语 都做不到 凭什么认为世界语能做得到呢 因为现在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发表文章 他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学不好国语 而直接把问题抛给说 我们学一个完全没有争议性的语言就好了 这是对我来说是 怎么说呢 斩脚子必杀虫 就是说你在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病在哪里的情况下 你直接斩掉你的脚 就认为没有事情了 对啊 因为像你 就说 我们学习一个语言 你对那个语言要有一定的归属感 你才能学习到更容易 比如说华语 中文 其实华语跟中文 是不是很容易学的 我认为 但是对于我们从小 对华人来说 如果只要你从小学习华语的 甚至是如果你是香蕉人也好了 因为我有些香蕉的朋友了 他们后来学习华语 也不会那么困难 只要他们 在可能在文化上 比较有认同 以及他们身边比较多 会说华语的人 他们学起来其实也不会难的 所以对我来说 学习语言根本 所以说科学上容易学 这不是重点 有没有真意性 这也不是重点 这位朋友 这个永汉庆 他说 他跟我说 加码世界语从来都不想成为一个民族的母语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 一个初衷 或者当初创造世界语的这个人 也不会想说世界语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母语 我们对母语的概念仍然是有一些争议 或者说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 母语的定义其实还是很难解定的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母语 其实我们狭义一点 狭义一点来说 来谈母语的就是 我小时候生长的时候 我母亲的语言 就是母语 就是我父母跟我说的那个话 我刚生出来的时候 最初所学的那个语言 就叫母语 那一个人的母语 现在不是他的 不成他的种族特征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那你可能是一个华人 对吗 对 但是你家的母语不一定是华语 对呀 可能是英语 也可能是马来语 比如说吉兰丹土生 土长的这个吉兰丹的 土生华人 对吗 对对对 他的母语就是马来语 对吗 对 母语就是马来语 你家母语可能是广东话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就是母语的概念 这个就是母语的概念 今天我们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李大 那个博士生说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大谈母语 我在文章里面 我曾经说过 这个陈友信 他就这龙血华堂的 这个总会长 他说过 他说这个当时要推 主要的原因呢 是从这个market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这样子 讲母语的话 在印度人有他的母语 马来人有他的母语 大家都能够接受了 对吧 就这么这么讲 那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 其实华人的情况 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对吗 你各个籍贯不一样 他的母语也不一样 是吧 那你今天在在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经历了好几代 每个家庭的母语都不一样 是吗 对呀 那你能你怎么能够讲的 华人的母语 就是就是华语 华语是什么 今天我们讲的华语是 在中国叫做普通话 在台湾叫做他们的国语 在这个什么 我刚才讲中国普通话 台湾叫国语 我们这边呢 就叫华语 以前中国那个地方呢 是叫曼大人 就是清朝的官化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在往前推进 比如说往后看回这个两百多年的时候 清朝之前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国语的概念 你今天讲西班牙语 你今天讲法语 对不对 法语就是这个整个法国的语言吗 其实不是 法语是法国两百多种语言里面 所挑选出来的一个语言 就当成了法语了 结果最后整个法兰西 就以那个语言 作为它的标准语言了 西班牙语呢 同样更多 它三百多种语言里面 选了一个小镇的语言 作为它的这个西班牙的语言 结果整个国家 就用这个西班牙语言 作为它的这个标准语言了 对啊对啊 对吧 我们世界就是这样来的嘛 我也讲到这样一个情况 语言的情况非常有意思 你看啊 这个人类语言 是经过了好几万年的这个演变的 对吗 我们说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五千年 对吧 但你算五千年的第一年开始 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语言了 那中华文明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语言了 甲骨文都已经刻在那个石头上面了 对吗 但是这个语言并不是五千年的时候才出来的 五千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语言了 可能那种语言还最初是没有记载的 对吗 所以这个语言都是慢慢慢慢是演变 进化而来的啊 好 经过了几万年之后 人类本来啊 我告诉你 五百年前的时候 还有上一两万三万种语言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人类居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整个地球 我就讲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 地球的体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吧 对不对 但是人类已经在这上面居住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所以各个地方当时没有发达的交通工具 一个人类从非洲走到亚洲走到西伯利亚 可能花了几万年的时间 才走到那边去的 对吗 所以当时人类有几万种语言 但是经过五百年之后 就剩下三千种语言了 再过一百年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人类超过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以上讲的语言 就只有一百种左右了 再接下来 你看今天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过去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可能是马来语 对吗 华人来了 那个印度人来 泰米尔语也有了 是华语也有了 变成三四种语言 对吗 还有英文 这几种语言 最后会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 最后你就是打架了 你说这四种语言 能够保到现在已经是半个世纪了 有没有 有 但是我们放长它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来看 可能真的有一几门语言会消失 半个世纪里面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海南化消灭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朝鲁化也要消灭掉了 剩下没有消灭的就是客家化 福建化跟广东化了 再拖一个世纪 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广东化了 对吧 再往下呢 这马来语中文和英文在这个土地上 还能剩下哪一个呢 我们不知道 全世界就越缩就越小了 对吗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缩小呢 是因为我们的距离拉短了 但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东西 我们很难避免 我们怎么样用力气来讲 我们都很难避免会有一些的这种现象 一些语言会萎缩掉 但是你今天你要 你要让世界语来统一的时候 就好像你刚才说的这样子 世界语用的是什么字 他世界语还是用的这个罗马字 对不对 对啊对啊 那罗马字对出汉语的人来讲 他公平吗 所以我跟你说 要有那个认同感 其实都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认同感都做不到 跟何谈要去学呢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语言的保护 对语言的保护 其实为什么联合国 他认同对语言的这种保护呢 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的 这个被消灭的速度已经太快了 已经太快太快了 我今天我讲一个很不好听的情况 80年代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来讲 各个地区的语言 基本上还不受到太大的侵蚀 上海人你去到上海 上海人还是讲上海话 他也不需要跟你讲普通话 你去到福建 你去到厦门 厦门人讲厦门话 他也不需要跟你讲普通话 但今天呢 今天整个普通话 就把整个全中国就给分化了 所以香港人才走上街头捍卫粤语 对他走上街头捍卫粤语了 但是我讲回来 捍卫了吗 捍卫得了吗 他还是捍卫不了 这中国政府可以给你让步 你示威游行什么的 他都不需要 但是捍卫得了吗 今天刘德华出来 可以跟你讲普通话 今天这个梁朝伟出来 他也跟你讲普通话 你捍卫得了吗 你捍卫不了 这件事你捍卫不了 所以接下来马来西亚 朝一个什么方向来发展 我觉得年轻的一代 真的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敢相信 我敢预言 董教总所领导这个华教的 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瓦解掉了 但是新的 新的这个年轻人 要怎么样来接过华教的这个棒子 华教未来要怎么样走 我觉得真的是值得 值得研究 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那个华教要 未来要走入 大马的这个主流 真的必须要浓入 纳入就是我们这些五一群众 因为怎么说 他们是我们的这个majority 就是大部分体 然后必须要他们 跟我们一起来捍卫这个华教 然后还有告诉他们 我们这个华文 在这个世界上 在马来西亚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你看当这个 马来人都认为这个华文 是他们 是他们的语言之一的话 我觉得你这华教 是最成功的一个结果了 这是我的一种想法 一种看法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 这个Facebook上 这个一些朋友 怎么来回应 我们今天的这些个题 还是刚才那位 这个永汉庆 他说他要修改一下 刚才说法 他说世界语不想成为 谁的第一语言 他是他对世界语 有他一个看法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 温签呢 他说他觉得华人本身的优越感呢 限制了我们跟其他族群的一个接触 你怎么看这句话 我认为华人本身的优越感 这个思想 在 我说认为是在全球化的现代 我觉得他的 那个可能那个效应 已经没有七八十年代那么强 因为七八十年代 是 我可以说是种族主义 政策横行的年代 种族政策横行的年代 他自然会制造差别 制造差别的时候 比如说 没有特权的人 他们自然会想 一定是因为我 太优秀了 所以政府才需要去保护 比较弱势的人 这个思想 我认为到 待到现代还是会有 但是当我们开始把眼光放大 我们把我们自己跟 好像一些犹太人比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其实我们也不见得好 那里去 或者说我们跟自己的邻居比 我们跟新加坡比 我们也发现到 其实我们所谓的优越感 也没那么强烈了 反而我们需要追求的是 提升我们本身的水准 而不是在互相之间比较的 因为我们要 我认为我们国家 比如说贪腐问题这么严重 它会造成我们认为 我们根本是不能再跟外国比了 为何我们还要 自己人 好像比来比去 这根本没有意义 到最后大家两败俱伤 国际上也输了人 还有什么用呢 就这样 对 其实在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问题 我觉得新一代人 不论是华人还是马来人 都有他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看法了 不再跟老一辈的来走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谈到 伊斯兰党的伊斯兰国 伊斯兰教的问题 你觉得真的伊斯兰党 就那么 就那么 就是为 整个只想的 就是宗教 这这么一回事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 我觉得他们的看法 也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他更加趋向于什么 更加趋向于 对政治的这个意识 对经济的这个意识 而且他们了解 政治和经济是绑在一起的 你要在经济上能够有所掌获的话 你在政治上一定不能够放松 这样子他们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 所以他觉得宗教这种东西 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来用 那今天很多政治人物 都把宗教作为一个工具来用 对不对 那今天年轻的一代看出来了 他了解 OK 你拿政治来 你拿宗教来 用来作为我的这个政治的砝码 或者是作为一个政治的工具 我也可以来用 我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砝码和工具来用 但是他已经改变不了的是 宗教的这个位置 他已经开始下降了 对 他已经开始下降了 他就是族群的位置 他也开始下降了 今天你在马来社会里面 他不会认为这个 他不会很在意华人会去怎么想 因为他觉得这个族群的力量 是有限的 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能够做什么东西 也是有限的 而且要分化这个族群也不困难 我要把整个华社的族群 这个力量分散也不 分化也不困难 今天你不要讲别的 华教就分成两三 三四五六派了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我讲三四五六派 不是两派了 就是跟马华的是一派 跟董总的是一派 对不对 谁都不跟的可能是一大派 对吧 所以这已经有很多 很多这些派别了 所以今天谁哪一个人来讲 就说你继续玩种族的东西 继续玩宗教的东西 玩多久 我不看好 我真的不看好 既不看好马华玩族群的东西 也不看好将来巫统 或者是伊斯兰党去玩族群的东西 对啊 在这次的巫统大会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就巫统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强势 就每次一到大会 就把他们的这个马来族群的问题 弹开出来说 这一次他们也非常保守 他们也在谈着这个多元性的东西 也没有 也没有电到什么极端性的这个课题 他没电到极端性的这个课题的时候呢 到对这个华人的这个烟囱呢 就是一个威胁了 这个这个威胁就大 他如果是提猛提这个族群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烟囱呢 这个火力又又又开始强大起来了 这就是个相互之间的这个效应 好了 那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十点半了 就是非常感谢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资讯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 还有很多很多这留言 那给我们这个获益 让我们获益不浅啊 那我们今天是拜三拜四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